世界棒球經典賽中華隊28人名單今天出爐了 包括王健民、郭洪志、羅家仁等十位旅外好手都在名單當中 至於中華職棒今年的選秀狀元胡金龍 因為不能確定狀況如何 所以目前沒有列在名單當中 王健民、郭洪志 WBC世界棒球經典賽3月就要開打 中華隊28人名單和資格賽相比 變動最大的是投手群 只有5位和資格賽重複 改由王健民、郭洪志兩位大聯盟投手領軍 加上羅家仁、王耀玲和王維中 還有旅日投手楊耀勳、林一豪、王一正 國內好手包括統一師羅錦龍、潘威倫、王敬民 訴求派的陳鴻文和曾仁和也都入列 捕手三人和資格賽相同 外野手多了林哲軒、楊帶綱、潘武雄 戰力更堅強 那也除了固定班底 還不盡業餘的林漢增加機動性 終職今年的選秀狀元胡金龍 沒有在28人名單之內 曹總謝長亨表示會在觀察 名單隨時都有變動的可能 那以這個等級的選手 他可以打 我們把他放進來一定是政選的名單 但是我又對他的去年的一個整個狀況 是有一點點沒有辦法很清楚 除了胡金龍 王健民和郭洪志雖然入列 但如果屆時找到新東家 能不能出賽還有變數 王健民跟郭洪志雖然有參賽 但是牽涉到球團的這個整個變數 這兩位選手我們都會放進名單 但到最後他們這個結果會怎麼樣 其實不知道 中華城邦代表隊將從2月18號到24號 和古巴隊以及中職四隊打練習賽 為3月的經典賽備戰 永江TV 吳嘉祐李艾淳 台北報導